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奉普辞特辞的安拉之名 Bihina's ta'in 我们只求助于他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in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seyyidina muhammadin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 众世界的主 期望他福有我们的圣人 穆罕默德及其家眷 和跟随着 兄弟 你想听我说几句话 那么就请听下面这篇 包含了八则小故事的文章中 所包含的真理吧 由于你是位兵士 所以本故事应用了一些 军事性的比喻形式 我认为 我自身的私语 比他人更需要听从中言 因此 一天 我在八段古兰经文的启发下 给自己的私语 提出了八项真言 并已经得到了很多弊意 现在 我要再次用简明的语言 对我的灵魂进行劝谏 愿意聆听的人们 请随我一起 静下心来吧 第一项真言 第一项真言 所有事物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 持续不断地寄送着 如果你想知道 在奉普辞特辞的安拉之名中 所蕴含的 永不枯竭的能量 及无穷无尽的恩怨 那么请聆听以下的故事吧 它是以比较的方式呈现 在阿拉伯大沙漠旅行的人 一定要与某个部落酋长的名义 有所挂靠 把自己置于他的保护之下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免受强盗袭击等 旅途中的可能发生的危险 要不然 他就会由于面对无数敌人 和食物短缺的问题 而进入困境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有两个人结伴旅行 进入了那个沙漠 这两个人中 其中一人千功有礼 另一人却骄傲奸化 千功之人准备好 要借用一个部落酋长的名义 而傲慢者没有这么做 前者的旅途十分平安 不管他走到哪里 只要他遇到强盗 他就会说 我是以某部落酋长的名义 而旅行的 那些人便不敢再伤害他 如果去拜访了一些帐房 只要提起酋长的名字 就会受到热情的宽怠 但是 那位傲慢者 却在他的旅途中 遭逢了连他自己 都难以描述的灾难 此刻 他看到任何东西都会惧怕 不断去乞讨求助 他已经变得潦倒不堪 人人见了都会憎恶的咒骂 事实就是如此 我骄横的思域 你就是一位旅行者 世界就是一块沙漠 你的无助和贫穷是无限的 你的敌人和需求 也是无限的 既然如此 何不趁早寄送永恒不朽的君王 奉无始无终的统治者之名 而行走在这片沙漠般的世界之上 以免向整个宇宙祈求 也免在任何事物面前颤抖 实际上 这句谎言是一库吉祥的宝藏 它将你的无边无助和贫穷 连接到了一种无限的力量和仁慈上 它使软弱和需求成为了一个能在 全能的普辞的安拉的法庭上 为你的说情者 以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奉普辞特辞的安拉之名 开始做一件事的人 就像是一个人被征兵成一位军人一样 他的举动代表着政府 他以政府的名义而行动 他不畏惧任何人 他要说的话 所做的事都要借以国家法律 及政府的名义 应付一切困难 本篇开始时 我们说过 所有事物都以事实语言寄送着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奉普辞特辞的安拉之名 果真如此吗 的确如此 假如你看到一个人 来到一座城镇 将全镇的居民都强行驱逐到一个地方 强迫他们去工作 那么 你一定会想到 他绝对无法以自己的名义 或利用自身的力量 去完成这件事 他是个士兵 以政府的名义行事 是一个凭借国王的力量 而去执行命令 同样的道理 所有事物都以伟大安拉的名义而举动 如一颗微小的种子 可以承担一颗巨树的压力 它们头顶着如山岳般重压 这意味着所有的树木都在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从仁慈的宝库里 汲取了果实 用双手捧着 递给我们 所有的菜园也都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奥仁慈特辞的安拉之名 成为全能安拉厨房中的 一口烹调各种美食的锅 所有驯服的动物 如牛 骆驼 羊 山羊等 也都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奥仁慈特辞的安拉之名 并成为从仁慈安拉的丰富的恩惠力 汲取营养的奶泉 便如以供给养者的名义 向我们供给像纯洁 香甜 生命之泉一样的饮料 一切的树木 植物和花草的软如丝绸的根须也会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奥仁慈特辞的安拉之名 就刺破坚实和硬土冲向长空 仅以祭宋安拉的名字 以普辞者的名义 使每一种事物都各得其所 实际上 就空气里长出旁枝 结出果实一样 树木的根须 钻进坚硬的土块或岩石 并结出果实 加之 在面对炎热时 竟能储留水分 打数月之久的柔嫩的绿叶 使得植物学家们目瞪口呆 向目如盲的眼伸出手指说 甚至唯物主义者 最赖以信任的硬度和热量 都在一个大能的命令下工作 如丝绸一样软弱的根须 像穆萨手杖一样服从 当时穆萨替他的宗族祈求水 我说 你用手杖打那磐石吧 第二章六十节 命令刺破岩石 而面对酷热的植物嫩弱的叶子 就像伊布拉辛的肢体 面临烈火一样说 火啊 你对伊布拉辛变成凉爽的 使它平安吧 第二十一章六十九节 既然一切事物都说 以安拉的名义向我们送来安拉的恩惠 那么我们也应当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奉普辞特辞的安拉之名 我们应该奉安拉之名而施舍 奉安拉之名而获取 我们不应该从忽视送寄安拉尊名的疏忽的人那里 求取任何事物 有人问 我们像把恩惠递给我们的人付出代价 而那些恩惠的真正所有者 安拉 向我们要求什么代价 回答 对于那些珍贵的恩惠 其真正赐予者向我们要求三件事 作为其代价 第一 纪念 第二 感谢 第三 思考 以Bismillah 奉安拉之名而开始 就是纪念 以一切赞颂 全归安拉 Alhamdulillah 而终结 就是感谢 而在这中间的 则是对于一切美好恩赐的品味 认识到这一切 都是艺术精品 是万物养赖 独一安拉大能的奇迹 及其仁慈的礼物 这就是思考 如果 对帝给国王赠送礼物的仆人 卑躬屈欺 却不认识赠送礼物的主人 这真是太过愚昧 同样 只赞颂直接帝送恩惠的使者 反而忘记恩惠的真正赐予者 这才是比他们更愚昧的行为 我的私欲啊 如果你不想让我成为这样 愚蠢的人 那么 请奉安拉之名而给 奉安拉之名而取 奉安拉之名而使 奉安拉之名而用 核心 就是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